我们的研究是开发超音波探针的量测技术 那这个超音波探针在临床的使用上 是作为提供解决临床在无痛分娩等麻醉止痛的手术的时候 的一个穿刺的定位的一个技术 那使用的方式呢 最主要的是用我们的高频超音波探针 放入临床的麻醉针里头 作为穿刺的时候 一边穿刺一边借由超音波探针 所提供我们回波的讯号 作为定位量测的用途 目前这个技术发展的境界 是在做进行多次的临床的动物实验 我们对于以猪作为模型 作为穿刺的实验 那同时我们也在申请国外的专利 进行一些技术的保护 那将来这个探针开发成功以后 最主要的是作为一种Disposable 就是作为一次使用性 作为一个抛弃式的一个耗材作为使用 那希望能够提供临床在麻醉穿刺定位的时候的 更加的准确性以及有效性 作为四周一的观众